這不是線上遊戲喔 雖然有點像 但不是 我看一下這邊 好啦這邊沒有劇情 那就直接飛過去啦 然後 以防萬一我還是吃一顆好了 反正我身上很多 小人午安 好啦快到快到啦 快到目的地了 就在前方不遠處啦 啊不對 我要怎麼過海 前面有個河欸 我要繞過去 我要從旁邊這邊繞過去欸 他繞這麼大一圈喔 真的假的 呃 真的 不要懷疑 就是要繞這麼大一圈 噪音不是難的嗎 噪音什麼時候性轉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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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前面看起來好陰森喔 糟糕 不妙的感覺 前面看起來很陰森耶 所以不是這邊喔 嗜姐姐 不是這邊 是前面這邊 這個指證的霧就是嗜 前面有個蛋耶 不能過去耶 前頭的霧看起來好無詭異 好吧 那就乖乖到殘桑 殘桑吧 先存個檔 我怕又當機 話說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都還沒當過耶 前面幾次實況都會當一次 今天好像異常的順利 不過今天還沒結束就對了 希望不要給我破功 北方 這紫色霧氣 莫非 你已經離開人世了 對不起 都是我未能保護你 才讓你承受如此命運 這是 我心中最深之動 我無法保護你 都是我不好 對不起 喔 那在跟誰講話呢 奇怪 來到長山 怎麼四處都瀰漫著淡淡的紫色霧氣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顏色如此詭異的味 真不舒服 說不定 這正是此地駐守的周仁靈將所做的手腳 大家小心行事 這霧氣 這霧氣隱約帶著的氣息 不知為什麼 喔喔 天麟 有不好的預感 白王曾跟我提起過紫霧 說不定有所關聯 胡緣 白王他是怎麼說的 白王說 他正在處理有關紫霧之事 但他並未跟我透露太多 但他提起紫霧 與心毒之間 有很深之淵源 可長山 離心毒如此遙遠 我想 這應與白王所說的紫霧無關吧 說起來 這應該還是江太師手下的靈將搞的鬼咯 風天麟 反正我不跟著你們上山打自己人 不如我四處走走 調查一下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好了 好 包氏是肯定會出現的 待會兒我們勢必會與靈將動手 那你先回避也好 只是這霧氣令人感到不安 你自己凡事也多加小心 怕什麼 不過區區霧氣 又不是什麼精怪 那待會兒見 小鳳 其實我也對這霧氣十分介意 那加蘭多大哥 你也打算去看看嗎 不 之後再去完 也許霧氣不久之後便會散去 等擊敗山頂的靈將後 若霧氣仍在 要仔細調查也還不遲 好 那我們先上山吧 阿 阿 雞庭離開啦 其實倒也沒差 反正我本來就沒打算用他就是了 呃 直接先吃了吧 我不想打怪 因為現在時期有點微妙 好 喔喔 戰場的迷路沒有開 戰場的迷路沒有開 七木魂 這也要玩王機載才能夠 開那個 機關 喔 左方的霧氣好濃喔 我們去瞧瞧 不能過去 好吧 應該是之後才過得去 這邊又是岔路 欸這個有 欸 有座橋欸 還有寶箱 這真的是 藏山嗎 怎麼怪怪的 前面還有儲存點 喔 就在前面了 就在前面 沒想到這麼快就被我找到了 來 我爸還擔心我會迷路的 終於抵達山頂了 好 那我開始念 吃血所咒 我們進入結界了 可說也奇怪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難不成 是我們連續破針的速度太快 讓那個江太師 來不及在此設防 小鳳 可別掉以輕心 順防有鬼 放心 鬼什麼的 我可欠的多了 既然他們無人守陣 那此陣 可就由本公子孝納了 天靈 小心 喔 來了來了 說人人道 可惡 原來 是故意設下的陷阱 說是陷阱 可是嚴重呢 喔 是妹子 小哥哥 奴家這個登場方式 可有華麗的讓你 好騷 好騷 好騷喔 印象深刻 沒有給你留下深刻這印象 方才奴家可都故意忍著 捨不得出場呢 你是誰 應該也是靈將一眾吧 快快報上名號 小哥哥 初見就問奴家 莫非 接著是想 那才結親了嗎 奴家靈天五個 雷布靈將須定之名號 哪能如此簡單報給你更知道呢 唉呀 奴家怎麼不小心 給說出來了 這個靈將 是怎麼回事啊 天麟 加蘭多大哥 小心 不要鬆懈警覺 這女子 雖看似不比之前幾位強壯 但周身 卻帶著奇特伶力 唉呀 臭丫頭 講的奴家 好像很可怕似的 嗯 奴家我呀 可沒那麼愛隨意動武殺人的 但 誰叫你們 要破壞飢客大人 親手設下的四象姐姐呢 奴家 也只好為了飢客大人 獲利 放心 奴家接下來 會好好喝 不會讓你們痛苦太久 呵呵呵 好 奴家 要出招了 喔 超會咬的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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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武器都放在上 噢不 有人快死了 阿森好不耐打喔 阿森被打好痛喔 攻擊力好高 他的攻擊力非常高 什麼 才500多 好可憐 逼得可憐 居然才500多 阿森被打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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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0 也不是很多 而且還狂放大招耶 可以近一點看 可以這麼近看他咬 特寫特寫看他咬 搞定搞定啊 總算瘦碎了這傢伙 沒有屍體耶 沒有屍體 恐怖的是胸前那兩力嗎 恐怖 這一戰打得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小鳳 我懂 我懂啊 只是身為男子的人才會懂的 中原人還真是無奇不有 所以胡躍不懂 也罷了 還是快去釋放鳳凌吧 奇怪 小鳳 恭喜你順利破壞了第三顆赤血珠 如今只差最後一陣 護手傷人的鳳凌就將自由了 不 加蘭多大哥 不知你可有察覺到 這次似乎與之前的情況 有些不太一樣 沒有說解放的哪個部分耶 胡躍 原來你也有這種感覺 是才 我也是感到有些不尋常 是啊 鳳凌並沒有舞動 是不是我們哪裡做錯了 可是 我都是照著和之前 相同的法子做的呀 再說 也沒有第二顆赤血珠能夠再破啊 經你這麼一提 的確有些不太對勁 還有剛才那個奇怪的林將 他言語中提到 射下四象結界的 是一位叫姬克的人 嗯 我也正為此感到疑惑 我原本以為 射下四象結界的 應該是那位江太師才對 這個叫做姬克的 不知又是何許人物 能見智如此規模浩大結界之人 想必在周國內的地位 身份必定不低 或許王姬認識此人 我們可向他打聽一下 哼 說得沒錯 那我們先下山去與姬庭會合 再向他詢問姬克的事吧 哎呀 怎麼走著走著就遇 怪了 欸這什麼怪 每人看過的怪 玄規 是玄規耶 遇到星怪都先給他收一下 沒收到 沒收到就算了 把他打死吧 欸 左上角有劇情喔 剛才被打斷了 姬庭一個人可能會很危險 我們趕快去找他吧 也不是每個怪都可以收啦 好像一些特殊怪是不能收的 什麼劇情怪啊之類的 是不能收的 話說這邊 通道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地方 好長的這個地方 這邊需要機關 需要姬庭的那個 天賦 才能過 才能夠過這個地方 這不是 姬庭的宮嗎 哦哦哦 服務命啊 不好 莫非他出事了 方才他說 要調查紫霧 會不會 跑進霧器裡了 跑入紫霧內 若真如此 可就麻煩了 加蘭多大哥 你怎麼這麼說 這紫霧果然極不對勁 這霧器 帶著麥倫 所特有之氣息 麥倫的氣息 提駿 提駿武安 麥倫不是新獨國特有的嗎 那麼這紫霧 當真與新獨有些關聯 嗯 倘若它真與新獨有關 為何又會出現在 為何又會出現在如此遙遠的 極北荒僻之地 這紫霧 總之 這紫霧很不尋常 若王姬走得太深入 恐怕會有危險 那我們 那我們得趕緊把他找回來才行 這傢伙果真是專人麻煩 早知一開始便該吩咐他留在原地 不去亂跑 這紫霧 這紫霧 會是白王 苦心對付的那紫霧嗎 連本領那麼高強的白王 提到紫霧時 都面露恐懼之色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如此 果真如此 季霆姑娘 說不定 你凶多吉少了 所以我們要進去囉 雖然感覺不太妙 但只能進去了 而且地圖迷霧沒有全開 讓我有點啪啪的 玄之石 欸?寶箱?在哪裡? 在前面 這邊這邊這邊 溢水飄帶 溢水飄帶是什麼東西啊 我來瞧瞧 有屬性傷害 有屬性傷害 好像不錯耶 儲存點 儲存點 有儲存點 就代表 前方不妙 這邊 看來 我們已經接近 這雎物的根源所在了 接下來 我們必須更洗 小心 因為賣倫的氣息 越來越 小鳳 天靈 你怎么了 天灵 你要去哪里 他人呢 天灵 你没事吧 方才你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方才好像失了神似的 突然快步跑到这来 我跟小月措手不及 一时没追上你 后来我将脉轮力量传给你 好不容易才让你清醒过来 是被操控了吗 我完全记不得 刚才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我 像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女子的声音 是姬姑娘求救的声音吗 我起初也以为是姬婷 但又不像 没多久 我便看见一个 模糊的紫色女子身影 在浓雾中对我缓缓招手 不知怎的 我就追向她 接着 就是面不济的了 哦 这雾气还会迷惑人吗 以此推断 王姬肯定是被她给引诱 而深入迷雾 那我们得尽快去农雾中心之处 早些找到姬姑娘才成啊 这边的紫雾 触体会灼热刺痛 姬姑娘会出事的 不行 谁都不准再深入紫雾 加兰多大哥 为什么 因为有危险呢 姬婷可能会有危险 我们怎能不深入雾中 尽快找到她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我进浓雾去找她 你与小月在外头等着 可是 你一个人进去 不怕出事吗 我已感应到 这紫雾的气场 与心毒的脉轮十分相近 我脉轮修为较深 只要以脉轮之力护体 应可不受雾气侵害 原来如此 是我们误会了 既然如此 那我和胡悦 就先在外头等你 这个赵宇念得好传神哦 加兰多大哥 请你务必小心 放心 记住 等一下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别进来 知道了 加兰多大哥 请你也要多加小心 哦 倒在路边 找到了 果真昏倒在浓雾里了 索性发现得早 那是 这是脉轮形成的独特洁界 专以保护藏匿珍贵之物 不过怪了 他理应只有心毒的脉轮修阵才看得见了 但怎会出现在此地 把他阴隆开了 疲倦 罢了 疲倦可知不在看 我得先带王姬离开此地才是 太好了 可找到姬婷了 原来 他真的跑进迷雾里去了 加兰多大哥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 倒是王姬已被此物给灼伤了 我先用脉轮之力替他稍作治疗 事不宜迟 诶 你们不先离开这些物吗 哇 就地治疗起来了 哇 你们还待在里面两个小时 你们有没有病啊 我已缓住灼伤蔓延了 伤口过几日后就会痊愈 过一阵子他便会醒来 但此地不宜久了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哦哦 琥珀有反应了 哇哦 是怪物 这 这是什么妖怪 大家小心 诶 我的 我的阿三有穿装备吗 我来确认一下 他被打好痛哦 有啊有啊 他有穿装备啊 那怎么被打那么痛啊 我来吧 雷吧 阿远拜拜 辛苦你咯 还有 哦可以收腰哎可以收腰太棒了 那先别积再打 先收腰 別...別都打死啦 先收幾次再玩玩 只能當騎兵喔?那他很強嗎? 竟然只能當騎兵應該是很強吧 好啦好啦收兩隻了 剩下他不想收了殺掉吧 啊?什麼? 二連戰嗎? 搞什麼飛機二連戰喔? 還有這一招 三連戰喔? 而且主角被打好痛喔 那...我們就...數戰數決吧 這邊告一段的話 齁齁齁齁第三戰來了 欸還是一樣的怪嗎? 很了不起 第四戰 還有第四戰嗎? 那我們來瞧瞧 喔 阿珊升級啦 喔 還有第四戰呢 為什麼數量這麼多 打也打不完 大家小心 喔 這不是阿克嗎? 喔 阿克居然一下除無秒三了 太神奇了 你是? 此地危險 快離開這兒吧 多謝您出手相救 瞧您這身打扮 難道是心毒 且慢 這位姑娘 他是我們的同伴 是才被這紫巫迷婚了 在下眼國奉天陵 剛剛多謝兄台相助 不知兄台高姓大名 眼國 喔 喔 你們現身於此 莫非是為了四象結界而來 遇到討目了 四象結界? 兄台為何也知曉此事 兄台究竟是 最不靈將 飢客 什麼? 你也是靈將 你自稱飢客 莫非 四象結界便是你所設想 正是 你們倒是知道的不少 我們正是來破四象結界的 不久之前 這座山上的赤血珠 已經會於本公子之手了 什麼? 我還倒是何妨狂圖 一再摧毀我昔日苦心設下的四象結界 原來 就是你們這些狗背 很好 今日應是天意 要你們落入我手裡 回朕之恨 別拿性命來嘗吧 哇 人家老兄非常的生氣啊 先讓我把血補滿 把圓補滿吧 補血的在哪裡啊 按錯了 我愛補血 還有補神 補圓啊 OK 喝了再上 可以先存檔嗎 哎呀不能存檔 可惜 看我怎麼教訓你 欸欸防好高 他防好高 防超高的 嚯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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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狂打阿珊欸 阿珊哪有惹到你了 為什麼要狂打阿珊 有啦 他血有在扣 他血有在扣 可能要打很久喔 他血是有在扣的 雖然扣的不多 但是他是有在扣的 對 他等一下不要 會不會有打一半他給我回血阿 對 我覺得用補壓好了 可能用補壓會比較有效率 阿什麼才666 有沒有搞錯 暗器咧 我還是看看暗器 掌心鏢 喔 暗器 我知道怎麼攻略他了 要使用暗器 暗器有用 而且非常有用 可不可以 很屬於 在手臂 全部把手衝啊 好 要去 遊党 不可以 有 不可以 每一 我 這血特多耶 我的媽呀 啊 暗器都在這個時候用了 不要省了 有什麼暗器就有什麼暗器了 還好他沒辦法幫我秒殺 樹迷 啊 我全部都被凍結了 What the hell 全部凍結了 我什麼東西都不能做了 叫人喔 叫人喔 被凍結了啦 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哎呀 死一個了 背去 無恥 這太無恥了 太扯了 可恨 太強了 沒想到 周人之中竟如此決定之高手 哼 膽敢破我的四象結界 可料到今日的下場 只是 料你們三人喪生於此 想來還便宜呢 不許殺他們 他們是我朋友 哦 丫頭 你喜歡嗎 彭 彭哥 丫頭 你的事我都已聽說了 你竟忘了自己身份幫著敵人 來破我們的四象結界 我 也罷 此時暫且結果不提 師尊要我一見到你 便帶你立刻返回浩京 你這就隨我一起走 那 那他們呢 他們 毀了我的四象結界 又折了我三元大將 我豈能善罷安休 四象結界 是我當初處心積慮 哭後風鈴沉睡 付出極大代價 才辛苦建成的禁錮陣法 眼見四者僅存其意 我耗費的此番心血 稀疏盡覆東流 今日 便要他們再次允命 天麟 哦 琥珀 好 什麼 怎麼回事 你身上有什麼古怪 竟能逼毀我的見識 住手 堂哥 你 你若殺死我朋友 我就不跟你回浩京去 丫頭 你又胡鬧什麼 要我跟你走 就放過他們 若不然 那就有勞堂哥 帶我師生回去 向你師尊覆命 你 你別過來 我說得到便做得到 可恨 好吧 我今日就放過他們 來日再取他們性命不遲 是 保重 冬天麟 忌廷 可惡 我竟然自己的同伴 都無法守護 還反過來 讓基廷拼真一死 來保護我們 小鳳 我明白 你為了王姬被強行帶走之事 而怪責自己 但他能讓自己族人給帶走 也未嘗不是好事 一則 那人是他同族 理應不會傷他分口 二則 也省去他與我們因立場不同 所衍生之種種困擾 這我明白 加蘭多大哥 這是我 可是我 倒是基克那人武功太強了 居然親我三人之力也傷不了他 不過小鳳 今日得知周人有如此高手 對你未必不是收穫 你是習武奇才 性子又不服輸 早日以他為目標而砥砺精靜 來日也未必不能成為他的強敵 天靈 加蘭多大哥說得很對 眼下完成長山任務了 殷侯不是要我們事成之後 先返回朝歌去找他嗎 再說 最後的赤血珠在太華山 距離浩金又近 說不定 我們也還有機會 再與姬姑娘重逢 謝謝你們 我明白了 我風天靈何德何能 只能得到你們這兩位 重情重義的好同伴 火珀 都怪我沒能力 好好保護你的好朋友 但我答應你 一定會好好精進自己的能力 絕不再讓你的任何一位好友再離開 小鳳 紫霧漸漸漸漸漸過來了 我們最好先離開此地 好 那我們 就先返回朝歌去吧 那我在猶豫試下這邊結束 還是先回去朝歌看一下劇情 只是回去朝歌看劇情不用打怪嗎 所以想先看劇情 然後再關 欸 左上角有劇情 果然是琥珀救了主角 所以琥珀應該也是有大有來頭囉 他居然可以擋下阿克的一件 欸 琥珀當然是母的阿 這還要問嗎 這麼可愛一定是母的 木野 欸 喔 在下面 喔 要怎麼過去 喔 從這邊繞過去 喔 從這邊繞過去 這個蛋到底要怎麼開 我到現在還是不會開這個蛋阿 找到方法才能開 有夠麻煩的 啊 算了 無事無事 先重聚起吧 春檔 馬車是主角的啦 喔 又有支線劇情 要不要接一下 反正是 好吧 兩個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支線吧 哎呀 又是他 又是你 又是你 你又想幹嘛 海棠清理 好吧 我身上沒有這個東西 那就算了阿 另外一個支線是 這邊 喔 又是他豆酒嗎 這傢伙又要跟我豆酒了嗎 當然沒問題 再豆一回 豆 甜 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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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竹杯吧 慢慢喝 欸 我又答對了 他給我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喔 喔 他給我好像很好的東西耶 加8809 8809 啊不對 講錯了 2889 2889 看錯了 啊 因為這時候 已經有點疲倦了 掰掰 鳳家的小公子 本侯真要好好誇讚你 你做的實在太好了 抽呼本侯期望之上 殷侯大人謬贊了 這並非我一人之功 同行的加蘭多大哥 以及胡月姑娘 都為此出了許多利 要不是他們 光憑我一個人 是無法順利達成任務的 嗯 立下了大功 卻又不獨攬勳勞 很好 很好 不愧是師誠狂賤自消 怪不得本事人品 均能如此出色 加蘭多哥下 這次能毀去三個陣法 你也是鞠躬甚為 若非你推薦武衣過人的鳳公子 並同行相助 想必破陣之舉 段本能如此順利 本侯還真不知道該如何感謝你才是 不敢 您過獎了 照中原人說法 這也全來英侯您之威望 以及商人先祖的庇佑 加蘭多閣下 你越來越像個中原人了 英侯大人 我也將您的信件轉交給家師 他老人家非常高興 說紫霄常見 願非您效力 紫霄大師願意下山了 有他此等劍術大師元首 看來大商在星之日 以指日可待 鳳公子 日前所說前往太華山之隱蔽秘境 本侯也已查出眉目了 只需再破了這最後一顆赤血珠 我商人神聖之鳳鳴便能再度翱翔天際 護手我大意上 是 耶侯大人 請恕天靈冒昧 不知營救家父一事 是否順利 此事說來 本侯也是心下黯然 為了營救鳳大夫 本侯曾多次探尋管侯的口風 然而 管侯堅決不肯搭允出面相救 是嗎 我本以為 有殷侯大人出面 阿父哥哥 便能順利拖出牢籠 到底國軍謀死之人是誰呢 既然周人對阿父如此恨之入骨 啊 鳳小公子 你也無須因此心灰意了 如今周人內訌 管侯他正與其弟雞蛋 相爭統帥周族之大權 故也積極拉攏本侯 想借商人之力助己深登大位 故本侯打算四季而動 待他出言求肯之時 再順勢要他搭允 故未必全無機會 多謝殷侯大人 那家父 家兄的安危 就全仰仗您了 你已為我大商立下了功勳 可反觀本侯卻盈舊無果 為此 本侯心中十分惭愧 燕侯大人 請您千萬別這麼說 能釋放奉鯨 原本就是身為商人的我 分內所應為之事 為免日久生變 天靈想即刻動山前往太華山 好完成您交托的使命 若我大商子弟皆如你一般 我們不日定能忠心復國 不過 鳳小公子 事出鳳寧之事雖謹要 你們也須養足體力方能啟程 你即便不為自己 也當為了你同伴著前 是 天靈明白了 承蒙您的美意 那天靈就與友伴 在朝歌先休息幾日 再行動身 很好 這是本侯所獲之太華山秘境圖超 今後就交給你使用 謝謝殷侯大人 天靈 營救阿父之事 看來進行得並不順利 不知阿父 哥哥他們 如今是否平安 天靈 事情還未絕望 你不要丧氣 你阿父吉人天下 我相信不會有事的 但也如此 阿父 哥哥 請你們 一定要安好無恙 來日 我們一定要在一同上太山 一起參加 莊嚴優美的祭祀儀禮 法國 返回旅館休息吧 阿人都是這麼犯賤啊 不在自己身邊呢 總是最美好的 当初还在觉得阿富一直带他到处寄室 觉得他很反 现在反而开始怀念起来了 那走哪里啊 这边吗 不是 我可以直接进去 里面居然有宝箱 借物神爪 我来瞧瞧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没有出现了 好吧 算了 我们两男一女要睡同一个房间了 是什么东西呢 ане 用心爪 不好 断声 不 fij 哦 姐姐 是白髮青年 原本 師父想藉由天脈之力 重現我們古王室之喜日榮光 只是 自從白髮青年出現後 他便威脅師父自覺天脈 師父當然不從 師父決意與其對決 卻但因為若不幸生如 天脈恐將隨之失傳 所以令我帶著密傳心法 隱藏行蹤 潛逃他方 以保存絕學傳承 我千里迢迢 此處躲避那白髮男子耳目 最後來到這片荒漠之地 可喜的是 那白髮男子似乎並未發現我 逃離心毒一世 為了確保天脈延續 我決定遵照師父吩咐 自行開始修煉 不過我擔憂資質不足 或許無法承受天脈之力 為避免我若不幸失敗 天脈將自此失傳 我已將所有心法 詳細記在於此疲倦上 若您想學習天脈 我懇請諸神護佑您成功 並請您擔負守護天脈的職責 但我也必須謹慎您 天脈煉成不易 若修煉失敗 甚至可能喪命 若您並無意修煉他 請您將疲倦帶回心毒 將他交給我 祈求諸神護佑您 請容我挺筆於此 願您時時刻刻平安 這字間確實是姐姐所留下的 哦 眼眶泛淚了 只是她大概沒料到 我竟會是第一位 發現她留下訊息之人 哎 怎會如此 但是 我該不該向小父母提起這件事 不好 她如今營救父親之事 已夠她煩心了 只是 姐姐 你究竟是否還在人世 在的話 又在哪裡 那北方的子墨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也罷 姐姐 不論你是生是死 我已跟你同樣身為心毒王室 後裔之身份起事 我絕不會讓神聖的天脈失傳 天脈 就請安心交給我吧 我最最愛的姐姐 皮婭 什麼 你說父王崩世了 這怎麼會 你們 騙我的吧 這樣天大的事 為什麼都沒有人來告訴我 王姬 因您始終下落不明啊 此前 老夫曾委託令族兄前往東方 尋訪您下落 遺憾始終未有所獲 因此 主上崩世之事 才未能及時報之給您 可是 那外頭怎麼會一點風聲都沒有 我要是知道此事 說什麼也會立刻趕回浩京啊 王姬呀 天子崩世 姿勢體大 以今日天下局勢而論 不服周人號令之放國 仍在所多有 其中 又以東方殷人完民為甚 仍不時妄想四季奪回天下 老臣與您四數商議之後 權衡輕重 為不讓殷人完民有機可乘 才決定密不發喪 事宜如今僅有寥寥數人之息 並未攻註於事 我 我 到底是誰 是誰害死父王的 我要殺了他 替父王報仇 這 此事應否讓王姬之息 不妙 快說呀 四叔 你快告訴我呀 我要去敵父王報仇 既然如此 四叔便告訴你吧 此事 乃東方商人移民所為 東方的商人 穆也之戰後 王兄為平定中原 智力掃蕩不負我周人之方國 因而積勞成疾 我並不起 當時我與尚父 還有你世叔 曾為此向天誠心祈禱 信得上天垂簾庇佑 讓你爹爹 總算順利康復 此事 此事 你可還記得 我自然記得 難道是 救急復發 可是 四叔你剛才不是說 爹爹是被東方移民害死的 言與此有關 他那胡子好煎哦 你離京之後 王兄日夜擔憂 是以救病復發 所幸並無大礙 日前 你父王蘇吉小玉 心情愉悅 故青庄檢從駕車外出填裂 不料途中 竟遭東方眼國所指派之刺客襲擊 奔逃之時 不幸追復 身受重傷 慢 慢著 襲擊爹爹的 是野國人 正是如此 廷兒 雖然衛隊 及時射殺刺客 雖然衛隊及時射殺刺客 將王兄救回 但他也病發救濟 突然崩失 這 這怎麼會 我 我 我完全不知道 否發生這樣的事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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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叔禍報得知你抵達東方後 竟然協助掩人 將太師的孫兒擅自殺害 太師雖至今顧及君臣之意 隐忍不發 但四叔卻無法縱容你如此作為 當下天子繼位 因是遵從胸中地極 亦獲父死子祭 尚且議論不休 因之人心浮動 為免多生事端 你給我好生待在浩京 不許離開一步 父王 哇 超展開的 感覺要逐漸進入 故事的高潮之處 不然 若取到朝歌西北方之太華翠麟 便能在神鬼不知的情況下 抵達太華山 好 我們今日便快快出發 早日為殷侯摧毀最後一顆赤血珠 好的 天麟 今天玩好久喔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57分 OMG快3點啦 明天同一時間中午11點 我們再繼續玩吧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我們趕快去休息了 我們明天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還有這個食材 第一次講明師嘗試吃 拍照 你的拍照 看起來 很快 大神